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将于5月16日在位于黄浦滨江的城市公园内拉开帷幕 这场包含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滑板和攀岩四个项目的国际赛事 将吸引全球464名运动员为150多个巴黎奥运会席位展开争夺 事实上,这四个比赛项目绝对属于新潮又小众 其中,霹雳舞作为首次亮相奥运赛场的项目备受关注 什么是霹雳舞?为什么它能成为奥运会项目? 带着这些问题,近日中心社记者走访了上海市霹雳舞队 在卡斯特鸿口馆,上海市霹雳舞队主教练郑国伟正带着队员们训练 他告诉记者,霹雳舞直根于嘻哈文化 最早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热闹的街区派对上出现 大量手掌撑地在地板上或者空中做出匪夷所思的高难度旋转动作 使这种舞蹈充满了视觉冲击力 现在的霹雳舞跟你们知道的那个时候那部电影叫霹雳舞 对吧,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有霹雳舞的,以前的那个霹雳舞里面 有现在霹雳舞的元素在里面 但是那个时候的霹雳舞它是结合了几个舞种混在一起 它结合了有那个locking,锁舞 有那个popping,机械舞 对,然后才合上我们breaking 那个时候的霹雳舞那三个舞种都混在一起 因为那时候没分那么细 直到后来就是到现在叫霹雳舞了 才是单独的把这种技巧性的难度性的都是单独拎出来 郑国伟说霹雳舞是一种以个人风格为主的技巧性皆五种 每一位运动员都有自己的风格 因此他们在比赛中呈现出的表现形式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它主要一看点是由五个项目来看的 一个是技巧性 然后还有一个是多样性 然后音乐性 完成性 原创性 这五个项目 它是按这五个东西来去分辨它的运动员 霹雳舞运动员 哪个更好 哪个更优秀 郑国伟强调说 霹雳舞比赛中使用的音乐不是运动员自己挑选的 而是由现场DJ随机播放的 因此音乐的速率会有快有慢 除了即兴表现能力 也非常考验选手的音乐文化底蕴 那你当这个音乐性出现了以后 你会结合到你自己的舞步啊 难度动作啊 一系列的动作跟音乐产生一个共鸣 产生一个吻合度 让观众更好的看到音乐 就是比如说我做一个动作 我这个动作是有声音的 那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是完全要符合当下放的这个音乐 而发出来的声音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音乐性 清晨五点半跑步练习体能 上午学习文化课 下午霹雳舞训练 晚间还有夜训 郑国伟认为 身体素质好 躍感强 物性高 刻苦训练 是一个优秀霹雳舞运动员 必不可少的品质 那么霹雳舞凭什么能成为奥运会项目 郑国伟认为 一是观赏性高 二是竞技性强 呈现在观众面前的 一定是选手最拿手的绝活 比赛后 鸡更要开始1v1对决 也就是街舞流行语中的Battle 他是街舞内最难的舞种 就是真的真的 真的很复杂相对来说 对不对 头在转啊手在转啊 各种飞来飞去啊翻来翻去啊 还有卡的音乐呢 观赏性很高 竞技性比较强 相对来说你看到他们在Battle的时候 他的那个火药味就会比较重 谈及霹雳舞入澳 郑国伟感慨 现在练霹雳舞的孩子们 遇上了好时候 真的特别幸福 我以前跟现在这群小孩的对比来说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特别幸福的 就所有的保障都有的 那个时候很难的 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支持吧 然后家人也不支持 就完全是存自己的兴趣爱好来 他们现在好了 他们现在因为你进入澳了以后 整个体制体系全部出来了嘛 对吧 我像我这几个运动员里面 我有一级运动员 有健将级运动员 那以后读书就不成问题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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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